另外一項運動是2015宜蘭東山河鐵人兩項錦標賽 今天上午在東山河清水公園來展開 總共有600多名的選手參加 挑戰30公里的賽程 而當中也有許多全國的精英選手都來參加 挑戰自己最佳的記錄 2015年宜蘭東山河鐵人兩項錦標賽 今天上午9點在東山河清水公園名敵出發 吸引了全國600多名的選手參賽 挑戰10公里路跑以及20公里的單車競賽 共要爭奪79面的獎牌 這個鐵人兩項的比賽 它是鐵人三項的基礎 那因為現在天氣涼了 不適合做戶外的開放水域的游泳 所以我們就舉辦鐵人兩項的比賽 那這個也是帶動大家全民參與的 一個很好的活動 那這次大部分都是第一次來參加來體驗的 所以我們的路線規劃交通管制 還有各項的服務都特別的用心 希望他們都能夠平安順利的完成 他們的第一次的鐵人賽的經驗 這次鐵人明星家族張家家 挺婷家豪也報名參賽 不僅要為自己來奪牌也彼此較量 挑戰自我來爭取最佳成績 一蘭新聞記者十四名採訪報導 好